I like Radio 中国流星网 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节目的现场 今天要来聊一点开心的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旅游玩家 超级好朋友 就是领领为我们带来的行片天下 山海野业 领领你好 哈喽 大排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天气很好了对不对 对呀 南台湾都穿短袖了 是不是 不过你的重作真的比别人快好几拍 对不对 你已经去屏东野餐了 没错没错 这一次很不一样 要带大家去屏东野餐 真的野餐不是开玩笑的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几年 好像野餐的风气又开始盛行了 前一段时间什么在华山啊在哪里啊 是不是都还有那个白色野餐 对对对对 然后就大家都带个地点 然后每个人都自己 然后还摆得很浪漫 什么香槟酒啊 然后都还会相约dress code之类的 你也去了吗 有有有 被你料中了 对我觉得领领是一个超级爱玩的 就是享受生活啦 对对对 而且看到活动就很想参加 所以这次得知有屏东也开始有这种野餐气氛之后 也觉得可以赶快跟读者分享 屏东这个野餐气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最近特别气化的吗还是 没有哦 它是后来一直都有 那其实我有观察到其实有两间小店开始慢慢有这样的风气的 那其中有另外一间它提供的餐点比较少 但是它是在恒春的市区就是镇上 然后它有点像是在京都其实就有那样子的风气 然后他们就会提供很可爱的野餐来 然后那种藤边的野餐壶 然后再提供给你那种野餐店 如果在樱花树下就更浪漫 对樱花树下或者是鸭川的旁边 然后就可以开始野餐这样 对那我这次去屏东的时候就发现有两间店 其实都有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了 对然后其中介绍给另外一间 我这次介绍的另外一间是因为它的餐点很好吃 是吃货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是在那个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旅游过程当中 美食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个部分 对啊 而且不用特别准备 它就会帮我准备好所有的全部 那我这一次呢就觉得说 你就一人单身 一身复会就可以了 邀请了姐妹们一起去 对啊 然后去到屏东 去到墾丁了之后 也去了那个野餐的店家才发现 其实他就算我没有去野餐 这间店其实也好可爱哦 对 就是你照片上这些吗 对 他就其实就是在那个屏东的省道的旁边 感觉不大 没有很大 但是很可爱 很可爱 然后他还去 色彩丰富 对他去找了一个餐车 然后他其实也是露营车 改装成他们的餐车 但是他画的好花俏哦 对对对 就想要是南国风情这样 对啊 然后那个餐车的部分主要是他们的那个甜点啊 饮料区 然后另外他还旁边还找来了货柜屋 然后再把货柜屋改造成两层楼 所以还可以走上货柜屋的二楼 就可以看到墾丁的风景 就只要站在楼顶上就可以了 对对对 然后把一片就是整个刮掉之后 箱上那个玻璃板 所以就变成像落地窗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就是货柜风景车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很可爱 然后上面就装点很多老板的收藏 那后来也才知道说这个老板他们两个是就是老婆 夫妻吗 对是夫妻 然后老婆是恒春人 然后老公就是台北人 但是很喜欢玩水 所以晒得更黑 所以大家都以为老公才是 在滴人 因为他喜欢冲浪啊 喜欢到处去玩 那他老婆就跟妹妹有很会做甜点跟烘焙 对所以就开了这样子的店 然后也都用因为自己就是恒春人 所以就会使用譬如说屏东的柠檬啊 然后洋葱啊 这些都很屏东在地的东西做出来的 譬如说贝果的汉堡 这些都是我很爱的 我刚才跟我们家小蜜讲 你看我买了一个长条发棍 就是你会觉得要有一种野餐的氛围 但是东西要轻便 可是它又好吃 像我看你这个图片 然后看你的说明 我觉得感觉有点像到古巴的那种味道 就是它有一个热情洋溢 但是没有拘束 就是你高兴怎么伸展就怎么伸展的那种味道 我那时候就是在店里 他也推荐说如果你想要在店里吃也可以 那当然如果因为你都来墾丁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大山大水前面吃喝也可以 所以他们会帮你挑好地点 他会推荐你地点 对然后就可以 像我那次就选了那个白沙湾 因为我就想要去海边嘛 对然后他们就说 但是因为屏东风还是 就海边风还是相对大了一点 就他会再多多提醒你说 你要去那边留意的事情 比方说你要到山边的话 你要留意什么什么 然后去海边留意什么什么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还是想要去白沙湾 那他们就 无惧风雪 无惧风沙 就还是很想要看海跟玩水 那我们就拿了 提了他那个提栏 哇提栏里面有很多东西耶 就是这个吗 对对对 看起来好澎湃 很澎湃 而且你要就是现在很 很著名这个叫什么什么 拉什么草 拉飞草 对对对 拉飞草栏跟拉飞草边 对不对 对然后他们就会 里面呢 他甚至还会提供 那个野餐店 所以野餐店也不用自己准备 然后打开那个篮子里面 他就会有他们自己做的杯狗 然后当然杯狗有各种口味的 还有什么奶油起司口味 或芋泥起司口味 都是自己那个太太自己做的 都是他们自己手做的 真好 对然后再附上饮料 以及我觉得 就是我打开之后 我有一个很惊讶的是 他们提供你不是一次性使用的 的那个环保餐具 对所以就是你全部完了之后 你当然还是帮他稍微称呼一下 然后再 在你在墾丁这段期间结束之后 你再还给他就好了 不用说我今天一定要敢在下午六点以前 一定要还他 不用 只要你住在墾丁 你甚至隔天再去还他 但是有要住在他那里 他那不是民宿 不用不用 对他是餐厅 那你跑了怎么办 你带着他的杯盘跑了 对他就是相信 但他会着收那个押金 就是这一切 他会收一个一千元的押金 交给店家Summer Box 我觉得这个是合理 因为他其实给了你这么多东西 包括篮子也要还人家 人家这个是持续用的 而且垫子像我们那天还想说 铺在沙滩上 下面就脏了 但是老板娘就跟我们讲说 没关系你就铺这些 我们全部通通都会在清洁清洗过一次 而且这有什么关系 像我们以前也是随便 不是这种像铺衣服在地上 抖一抖也就做了 对不对 所以喜欢旅游的人 其实不太会在意这一点 那我想跟林音聊的是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旅游方式 就是越来越趋近 更回到自然跟原始了 就现在大家再没有这么讲究说 一定要在哪里吃多精致的东西 然后多么的那个 像是这个在外面 就不可能吃到米其林泡泡 它就是不可分子料理 所以我们其实反而是回归 现在大家都是出粮出卖 或者是说贝果这种东西 就是你会觉得越来越自在 对不对 对没错 其实呼应蛋白刚刚说的那一种自在风格 我觉得我会想要去体验这种野餐 也是因为如果一直居住在某一间餐厅里面 那我们就还是会正经为座的聊天 可是如果去了那个海边 去了山边 然后坐在大草原上的时候 那个心境真的很不一样 就放开了 对对对 然后食物也感觉特别好吃 对啊 虽然说有时候风沙吹起来 偶尔会吃到一些沙子 没关系嘛 那就是原始的味道 我有时候常在想说 我们现代人 其实你看有飞机有车 然后有摩托车 有各种的交通代步的工具 你一秒就到哪里了 但是以前其实我们看那个大山大水的时候 文人去上京赶考 或者是去哪里 就是你可能要去做一个多国房 你看孔子 然后他得怎么走啊 他要环游世界得花多少的力气 但我们现在真的就不是这样 可是你看看以前的人 他们在哪里都随意而安 所以他们更深度的可以写诗写诗 写下那个地方的景点 那个感受是更深度的 然后我就觉得你更能够活在那个当下的感觉 就是不是被刻意安排好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它来了就来了 对然后现场不会是那个餐厅只是制式的样子 对 比方说我们坐在那里就不知不觉就过三四个小时 就在沙滩边 我看那天天气还蛮好 你们真的不怕晒 不会耶 那天很舒服耶 对啊 然后当然他就是春天的时候 真的非常适合到墾丁去 然后那个风吹起来 很舒服 然后就会看见有人比基尼辣妹在那里游泳啊 等等就变成 虽然别人是去墾丁玩 但是我们坐在那边吃野餐的时候 那些玩游玩的人就变成我们的风景 我就觉得哦 所以这个是需要事先预定的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老板娘要先帮你准备所有的一切 然后包含那一些装的东西啊等等 他清洁之类的 所以大约三到四天前一定要预约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找《行面天下》 《行面天下》这本书啦 就是月刊嘛 对对月刊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书店上去翻 因为每一次领领你们帮忙去采访的地方 其实都是现在时下最夯的一种玩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而且新的墾丁玩法 觉得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所以其实现在是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哪一些的朋友 他们会比较是这种的族群 是真的年轻人吗 还是也有一些就是上班族啊 或者说其实 我觉得好像看到的比较多是上班族 真的哦 不是学生妹那种 也不是耶 学生妹的话 他们就会是譬如说 假日了 对对对对 然后带一点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就冲海边啊 直接玩水 然后猪羊伞等等的 对啊 然后但是我觉得是上班族有一点点视野 然后有一点点对自己的生活 开始有一点品味之后 他就会区分成 譬如说我想要什么样的 我比较想要清静大自然的之类的 或者是他有些人也会 特别去找比较高级的餐厅啊 可能他是有景观的 这样但是那个视觉上的刺激都会是需要的 对 我就在想 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经常出去旅行的时候 你去过古巴吗 古巴我没去过 那你真的要找机会去一下 我就觉得虽然那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嘛 他们到现在还是在发粮票这些部分 但是你知道他们的快乐指数真的是超高 到哪里都可以扭起来啊 然后都可以随时开始跳舞 跳森巴舞那种的感觉 然后跳骚洒 然后到哪里都可以喝一杯 然后随便谁手一弹就是音乐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慢慢也开始应该要走这样的一个 就是自在的 放下挂爱的那种感觉 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JS的苏菲亚的盛宴 马上回来 中和流星王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 行片天下凛凛带大家来一个山海的野宴啊 也就是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更轻松一点的 来看待自己的生活 因为经过了疫情这段时间大家的压抑之后 然后后来发现人生有了另外一个省思 其实也不必要什么事情都是重规重矩的 方方正正的这样来 坐在一个桌子上方方正正的 等着人家先上汤 然后后上菜 然后在最后才能吃甜点喝咖啡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被打破的 对不对 然后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业者也蛮能够顺应现在这样子的潮流的 对啊 所以给大家一些就是自己选择 你说除了在这个白沙湾之外 然后还有其他的部分 可能就是有些人喜欢山 有些人喜欢水 有些人喜欢宁静 没错 所以他有很多地点的选择 都可以 其实他拿了野餐篮之后就是放风 你在整个墾丁 只要你不违法的地方其实都可以 那我之前也有看过有人是开着车子 那他们车子是那种上线式的 那他们就会在面对海的地方停下来 然后坐在自己的车的后车厢 然后野餐篮就打开在前面这样子 对啊 那样子他整个风景也不错 然后又可以遮蔽阳光 对 对这种做法也可以 那也有推荐大家可以去那个大草原 对比如说墾丁设顶公园里面 或者是墾丁国家公园里面 他就不管你在到哪里 反正就是我交一篮子给你 祝你快乐 你想看什么风景 那里就是你的餐厅 但是如果你没有计划 或者是你不太了解墾丁 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建议 没错没错 对然后他就会问老板娘就会说 那你想要的是山的风景 还是海的风景 那大概距离多久等等 他都会推荐你 然后大家就会想说 我想要一个人少 行美 然后方便 所以便宜大碗就好了 但是我看你们这次 其实去了屏东不少地方 是不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去了几天怎么玩呢 其实屏东的话 因为屏东是我的故乡 屏东是你的故乡 难怪你这么爱 关键大家想要留几天就可以留几天 真的 但是夏天以后会比较热一点 夏天 其实春天末期就会开始很热了 对就是如果没有所谓的寒流的时候 通常我们在屏东都是穿短袖的 这个礼拜还是很可以去的 因为你看前两天还是有一些寒流来 没错没错 现在还是冷一点点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进到屏东 你就会真的感觉到那个空气 那个风真的干净对不对 其实是热的了 对然后干干净净 你也不会觉得有黏腻感 对我觉得就是屏东的阳光晒起来 虽然晒但它不会黏黏的 我看你们其实picnic的时候 都穿一个博藏袖嘛 对不对 然后但是仍然可以穿个什么短裙 短裤的 可以可以 然后想下水就下水 完全可以了 是不是 对不用害怕 就是还蛮自在的 那屏东女儿介绍一下 如果建议大家去屏东 我们就跟着你这本书上面 是几个地方好了 平烟1936的文化基地啊 对没错 这个是在屏东市 然后它是一个新的那个基地创生 对然后它 其实它是去改造1936年的 屏东支局夜烟草再干燥厂 就是像我们收山烟厂这种 对对对 那个制烟厂的烟厂 是真是以前真是在这里制烟的 它的场地蛮大的哦 蛮大的哦 就是说我之前在屏东 游走来去也都完全没有发现 有一个这么大的地方 它是新开的嘛 所以你以前没注意 对对对 今年才刚刚开幕而已 今年才开的哦 对还很新 那它就是重新把里面的烟厂的一些工具啊 重新打造完了之后 它重新对外开幕 然后总共有几大 那个三大厂可以去逛 然后我觉得很值得走进去看 三大厂就是三块区域 对对对对 可以分成三个区域去逛那第一场的地方 它就是留下以前制烟的那些很大型的机具 然后它甚至还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去 走到那个机器的中间去去看 以前在制烟 我们以前都叫做那个叶子是金叶 对金子的金 金色的叶子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以前烟叶值钱 非常非常值钱的 那个过往的时代 对然后现在当然就已经退去了 可是那些叶子啊 那些器具们都还留着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它还有留了一个猫道 就是以前可以顺着 因为像表演舞台的那个猫道 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个catwalk的那个 对对对对 循着楼梯走上去之后 然后会在那个工厂的顶端 周边走一圈 然后走到正中央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知名的景点 就是会像山一样的窗台 在那个猫道那里才会看到 所以你要走上去才能看得到 对对对 那以前这个猫道 应该是维修用的吧 没错 然后工作人员使用的 因为我们看好莱坞好多片子 就是然后它是那个外星科幻片 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高层的走道 对对对对 然后就吸气场场 然后可能是铁制的什么 特技人员的时候会要穿梭 或者是他们人要穿梭的时候 Mainten的时候嘛 对对对 对那它也有特别开放 那个让游客可以上去走 然后我觉得 哇可以走到那么上面 然后你就离那个 很高的烟场的顶楼非常接近 以前的烟场其实真的都很巨大 而且它的那个 非常非常巨大 那个就是感觉上那个屋顶 很挑高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感觉有好几层楼 对 以前都是要存什么东西 感觉上应该存这样 像是飞机的停机坪这么大 应该开个飞机进去 对啊 然后在里面就可以感觉到 那个以前那个制烟 有多辉煌 因为一定是有那么大量的需求 才有可能会需要到这么大的机具 对对对 然后花费整个工厂这样子在制作 那其中的一个是制烟的工厂 对 那另外两个呢 另外的话还有那个大午山特展 那大午山就是屏东的母亲的山 对 对我们以前唱歌南湖大山大午山什么什么 对啊 所以我们屏东人像我自己我们家就是会抬头建大午山 这样子的就是几乎屏东人的家里 难怪你胸襟辽阔 几乎屏东人的家里都没有什么太大阻碍的话 都可以看到南北大午山这样 对啊那它有一个特展就是那个大午山的特展 那这个大午山特展里面它就用很多光影去沉浸 让你可以进入到屏东这个领域去 对那怎么用呢 比方说它有一区是就是用那种霓虹灯 然后把很多屏东很知名的招牌再现在那里 比方说我们潮州的冷热冰啊 或者是万轮珠角啊 然后它都很用很复刻的方式 然后那个霓虹灯 上好肉粽 对对对没错 就很可爱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穿梭 好像是一个那个屏东所有特产的知名街区 但是那个那个主要是展示招牌 对 并不是真的有卖肉粽 没有没有 但它会有设小情境让你可以拍照 那有很多人 所以网美拍 对对对网美拍照 然后还有另外一块我觉得也很酷 就是它有使用 比如说结合屏东的花 像阿伯乐 就是屏东在开阿伯乐花的时候 会几乎整个屏东 它蔓延到墾丁的省道边 通通都会开满黄色的阿伯乐 那他们就把这个阿伯乐的那个颜色跟花 做成了万花筒 然后人可以走进去 你就可以在里面伸展 然后万花 那个阿伯乐的万花筒 就会这样子 就会一直在后面转 对对对 然后拍 所以可以拍到各种不同的几格 对对对 然后它是会这样一直不断的旋转旋转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中海雷星王起立世界 欢迎各位对对回到今天我们领领带来的 行片天下山海野宴 如果你想到墾丁啊 屏东啊 这些知名的景点去玩一玩 其实我们屏东的女儿领领有说到 就是三天五天不闲场 七天八天也不算短 反正就是慢慢来玩一下 那刚刚特别讲到说这个 1936文化基地是今年才开的 就是疫情过后了 对没错 对不对 那这个是谁 这算是市政府的 对县政府 县政府去把它整个整修完了之后 然后用那个客家文化的那个概念 就把它整修起来 对对 所以这个收费吗 就要有个简单的门票 这个收费 然后收费的金额屏东县民可以免费 哦那赶快嫁过去 所以说还有机会的 一般人的话是199元 对啊 所以没有到很贵 但因为还蛮多展场可以看 对啊 其实你这样子你玩 应该大半天都可以 逛在那里 我觉得可以至少玩个半天 如果每一个馆都进去走的话 而且它是三大馆 我们刚刚特别介绍了两大馆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火车 火车的话是另外一个 超州铁道园区 那先把那三个讲完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 是光影的一个那个展场 那它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那个策展 所以就是艺术家的展场 对它会邀请屏东或者是邻近的相关艺术家 那有时候是展园民的文化 有时候会展特家文化 对每一次会不一样的展览区 那时间是每个礼拜 没关系大家Google一下好了 对对对 因为它的如果因应到国庆假日还会不一样 对像我本来要去 然后结果就扑空 因为它说那时候是春节期间有特别秘义的 春节期间 当然啦 人家也要休假嘛 对不对 他初二就又开了 结果出了很快 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个地方是真的可以看一看 因为看到李玲拍的照片呢 感觉上视角真的都非常的美好 然后也让网红网美们有故事可以说 没错没错 拍起来也漂亮 拍起来也漂亮 那另外是潮州铁道园区 我看有好多举光号是不是 对没错 我小时候做过举光号 超级怀旧 我小时候也是就是坐火车通车上下学的 所以对火车有很浓烈的情感 对啊 以前你坐的是都慢车嘛 然后会是两边那种窄窄的 蓝皮车 对没错 然后中间会有一个电风扇在上面转的 现在是蓝皮车吧 现在就变成观光列车蓝皮解忧号 对所以看到那个就觉得哇 这是我青春啊 对真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那个复古 就叫做回忆沙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然后就展览了这个潮州铁道园区 这应该是有很多铁道迷来吧 没错 而且它是真实的那一个 它就在铁道维修 维修厂的隔壁 盖了这一个 所以这一些火车都是是真正退役下来的火车 然后它是去年的12月开幕的 也好新 对也是很新的地方 然后它就 腹地非常的广大 然后就在那也是在省道的旁边 然后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去里面 一进去就会看到一个现在大概仅存 台湾仅剩下这一个50滴的大物车 50滴的大物车 对但其实它看起来就是像是一个像货运的的样子 可是物就是物品的物 对物品的物 它是专门在在用物品或者是很大型机具的 然后要用铁道拉 所以现在台湾仅存下这一个了 对对对 所以它的那个就是火车头也是特别巨大的那个 我记得以前的火车头是两头都是火车头 然后你可以加上车厢以后 除非有一些地方的火车道是可以旋转的 对对对对 不然的话他们会去铁道里面 像我们家附近的话是 他们会用铁道去回之间来换车头 对就是原始的车停在左侧 那车头可能朝前面去之后 换一个轨道再回来到最后面 就把它卡上 对对对 到后面再换去那个原始轨道去 它就可以去后面 对对我们很常在那里看火车调动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很有意思 但是现在大家其实做的都是快车 而且都是在地下 对对 所以现在大家其实不管你是坐高铁 都要下地下两层楼 然后或者是上去两层楼 对对对 然后你就看不到那个就是 它的火车原来其实就在地面上 一般的那种车 像我去看那个举光号 它那个举光号里面是以前 它那一台那一个车厢 是以前的休息室 然后虽然我们可以爬上去 那个车子的最尾巴 然后偷看 从玻璃里面偷看 休息室是给职工休息吗 给战务员的 对对对对 有一阶车厢是专门给他们休息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这样子看里面 哇里面还有他们的床啊 然后小桌子这样子 你知道以前我小时候我觉得做举光号 是件好奢侈的事 那个时候举光号已经算快车了 对不对 小时候是 举光号啊 自强号都是很贵的车 对小时候来说 以前都觉得 能到做到一个举光号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感觉上就是自己又高人 要出去玩了 那现在真的就是看到 我还不真的不知道 里面有战务员的那个 那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然后就觉得哇好想要进去 里面有几张床啊 一张大约四张哦 四张床啊 对对对 我这样子目测的话 看起来对 而且他们那上面都有写说 那就是旧时候 然后都还是用块木制造 对我想它那天还蛮耐着 而且又好好的材质 对不对 没错 就是以前可能 就是在那个铁道辉煌时期 盖出来的 那我觉得现在可能 就是接下来你讲的 那个货柜的各种用法 以后就是以后的是旧车厢 可以用来做小民宿 对啊 对不对 一间一间的房间 蛮有可能的 不过这改造起来就累了 切割一下铁皮 对啊 所以在屏东可以玩的地方 还蛮多的 对 你这次有跟大家分享一些 什么样的屏东必然的美食吗 或者是说 其实有一些网美的打卡景点 餐厅是特别漂亮的 咖啡厅 有有有 还要再推荐 也是近期才开幕的 一间是在屏东东港大鹏湾 这里出现了一个海上的教堂 海上教堂 你这张拍的是 感觉上怎么直接就是 有敬天为地的感觉 还有一个这么细长 这是透光的 对对对 他那海上教堂 就是真的做了一个很长的提议房 然后走过去之后 就是会看到一栋 新开的 黄色的物件 然后它看起来就很像那种 南法风情 对啊 有点希腊的味道 对对对 浪漫的黄色 但是走进去之后风格又变成了 这个是个教堂吗 它其实不是教堂 但看起来真的非常像教堂 所以整个要入门的上面都还有钟楼 对 但里面其实是一间咖啡馆 哦 对 所以它没有神父在里面 没有 我还以为你真的说是那个教堂 少了一点敬意 可是它就真的名字就是海上教堂 对 然后进去之后其实是咖啡馆 然后我觉得它里面很有趣 是你可以从里面 它不是正格的那种窗户 你可以从那边看 蓝天碧海的大蓬 好 我们在下一段的时候 好好给大家介绍 不知道今天大家都做笔记了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就去买一本《行片天下》 就让你玩得很开心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文流星王起离世界 欢迎各位再度回到 林林带来的《行片天下》 山海野业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各种野餐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然后这个山明水秀的景点 打卡的旺帝之外 这个水上教堂算是一个非常新的物件 很新而且要大排队 还要排队 感觉上它的空间好挑高 对 它进去其实 我不知道大排有没有去过 那个圣家堂 西班牙的 它里面有一点点那样子的气氛 因为它就 它有彩色玻璃吗 对 然后它旁边还有六根超大的圆柱 然后像清水魔那样子的圆柱 从最挑高的天花板直接到地上 对就是真的有那种教堂感 这是私人的物件吗 它是私人的 怎么这么大财力啊 对啊 但是我想它盖在大鹏湾风景区里面 应该可能跟政府也有合作 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大家都会去窗户前面拍照 就是这一张对不对 对没错 那那个窗户前面呢 不是一般的方格型的窗户 它每一个窗户都长成这样子 都一样 都是这么长 然后有的可以站到 它有玻璃吗 有有有 然后外面就是海 对所以你如果站在窗户前面的话 你往外看去 你就很像飘在海上 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在那里创意拍照 比方说举手啊 或者是整个坐在那个窗 把自己塞在那个窗户里面 真的细细长长一条 但是直通到这个非常高挑的屋顶 对 它是一个长条形的 没错没错 非常漂亮的 还有是就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去 像我们那天去是因为阴天 所以没有太多的阳光 但是那个他们有给我们看说 如果你阳光很好的时候来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那一条长条会跟里面的建筑形成一个交叉点 所以这个光影是特别设计的 所以拍起来又更漂亮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光影大师了 没错 那这边吃的就是下午茶茶点 类似这样的就是 对我本来想说可能景观餐厅是不是没什么好吃 然后咖啡也就白白样子 对对对 结果后来他的餐点跟甜点跟咖啡也蛮让我惊艳的 对啊就是甜点的话 他都会有每日不同的限量甜点 然后饮品的部分 他甚至还有提供大午山咖啡 或者是阿里山咖啡 然后还有那个宝山红茶等等的 对啊就是他们的饮料也是坚持说 如果他可以使用到在地的 那甚至像大午山 我们自己都知道大午山咖啡种植的非常少 所以大午山咖啡的量真的很少 而且可以在这里喝到我也很惊艳 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朝圣一下 对对对 但是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 那个没有办法定位事先不能定位 但是他因为每一段时间 他都有开放一段一段 每一个人大概用餐约末一个半小时以内 90分钟左右 对所以大概在你就大概知道你要等多久 OK好那另外我们再来聊聊你说东港 没错 其实这边也很好吃 对因为海鲜是吗 对对对在刚刚去的这一个海上教堂 其实他就是在东港 所以我也建议说如果你都已经到了东港的话 吃喝完咖啡之后也可以去享受一下 东港的海鲜 对对 他心每天有什么时间是进于货量 或者什么 进于货的话通常都会是早上 对 非常非常早 我有我的姐夫是老师 那姐夫的家长就是在东港捕鱼 所以有一次他有邀请我们到东港的鱼室 去看他们进货 哇真的很有趣 就大我们到的时候大概五点多 然后他们的渔船都已经进来了 对然后就会 最新鲜的鱼货 对对对 然后就会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子 就是大盘中盘通通都会登场 然后还可以看到他们在那里竞标渔获 真的确实是有寒假节 真的有真的有 然后就是会就像电视上演的时候 一个挑眉他就知道他又出价 我觉得这些真的很有意思 对 然后像我们观光客 就是如果你看完之后 然后你也想吃 在那个渔港旁边就有华侨市场 去市场里面就可以吃 吃到最新鲜的渔获 而且它是现场烹调 对 有那种就是你直接点了 他就出给你的 那也有另外一种餐厅是 你去买了渔获之后 他帮你代为烹调 就很像冲绳的那个 就是国际公司那边 对对对对 你楼下选好了海鲜 楼上帮你炒一炒 就代为烹调这样子 对啊 其实是可以吃到在最道地的 然后最新鲜的每天的东西 对对对对 在那里我觉得非常适合推荐大家 你从小在屏东长大 然后东港的海鲜你常吃 你会推荐大家吃什么 吃其实 撒西米生鱼片饭 撒西米生鱼片很不错 然后真的很推荐 大家在鲑鱼季的时候 去吃鲑鱼 然后都是大尾大尾 然后就是又飙下来 对真的很好吃 然后跟 我觉得跟在日本 吃到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好 大家一定要尝尝看 我们现在屏东女儿 大力推荐东港鲑鱼 好 再一次谢谢领领 我们先来听听 季辛佩所唱的上山下海 四点是罗尔全主持的美食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